这次的东北亚跆拳赛 五方在跟南韩选手对战 对方选手采取了违规性的攻击做法 造成五方选手曾静祥送医急救 而裁判居然还判这位违规的选手拿下金牌 整个台湾队可以说是愤愤不平 连郑沃源曾志郎在现场观赛 还很生气地用英文对着裁判讲说 你有拿着你的良心来做判决吗 这是今年的香港举办东亚运男子跆拳道 72公斤级的决赛 台湾队的选手曾静祥惨遭违规攻击 目前还在医院 东亚运72公斤级的跆拳道比赛 穿着蓝色护具的中华队选手曾静祥 在比赛场上开赛不到一分钟 就遭到南韩对手用拳头违规痛极咽喉 曾静祥表情痛苦跌坐在地上一度意识不清 干净紧急收衣急救 喉咙上更留下明显的伤口 只是这样的证据却无法让大会改判 让中华代表团无奈又生气 他们维持研判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无奈 虽然没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也是无奈有点生气 好在曾静祥经过一夜的休息后 已经出院休息 但是当时在现场的最高行政官员曾智朗 不仅非常生气地提出抗议 甚至要大会摸着良心判决 他很生气 他说他一个外行人都看了懂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 为什么大会你还是不处理 只是中华代表团碍于隔天还有其他比赛 抗议行动只能暂时终止 南韩选手屡屡在国际赛耍小动作 不仅让台湾痛失一面心牌 国际赛上的恩怨又再天一桩 再次新闻最后报告